淮海教育基金会来负责学校、监狱、医院 乃至老人院、弱势团体的关怀 所以希望各位加入淮海教育基金会 护持它、推动它来完成佛教徒的慈悲 阿弥陀佛 关怀来自富有的心灵 淮海教育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关怀热事 打造心灵均富的岗湾 护持正号50059824 50059824 赴明淮海教育基金会 生命经纬度 梦想起飞的地方 生命电视与您共享美好时光 接下来请收看海盗法师般若讲座 我们都像小孩般 很容易迷路 走在所迫的旅途 总看不清楚 一直跟着轮回转 感到恨不住 锁破世界的迷惑 何时才能摆脱 佛陌生在所迫 使来度众生 指引迷惑的众生 走出着迷雾 如今佛陀 如今佛陀虽不在 佛法依然在 奉行佛陀的教会 就像佛陀牵着我的手 为我指引迷路 为我指引迷路 有佛陀明灯 伴着我 不再感到无助 有佛陀牵着我的手 带我走出迷雾 有佛陀明灯 照着我 走向那彼岸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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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念天 长寿安乐 第五 念戒 清静身心 第六 念布施 普济贫穷 这里要改参一下 乞丐是寇宅 不要去杀身 偷盗淫欲 但是最重要是内心的念头 你昨天欠人家一百万 明天他要来跟你讨债 不然他要打你 但是你今天受报关在界 不能去想到这个事情 这个叫保持正念 希望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不然有些人昨天的委屈 今天来参加法会了 还没有死心 虽然各位没办法完全放下 但是受报关在界 这一天不能去想那个事情 你的老公有外遇 你气得半死 正在调查 但是你今天受报关在界 不能去想到那个事情 就像你昨天看恐怖电影 还是有杀乳的电影 很恐怖 有很多血 那你受报关在界 不能让那一幕跑进来 就像各位睡觉的时候 很怕做噩梦 对不对 你要赶快醒过来 不要让那个噩梦继续延续下去 这个叫保持正念 这样你就会睡了 不然的话 这些人有一些微睡 让你女儿童给你 每一句话 被你媳妇骂一句话 让你心里一直想很气很气 那这样以后 你的习性 这种不好的心态 就会让你来世 堕落二道 或甚至跟他纠缠不清 你报我仇物 我报你仇物 那这样以后 你就没有保持正念 所以释迦牟尼佛 除了我们外在 守这八条戒律 各位做得到 从菩萨生到过午不时 这个你做得到 但是一般最难的就是 保持正念 你除了不能有那些 执着的恐怖的 忧虑的念头 这样你才不会忧郁症 有些人有忧郁症 躁郁症 妄想症 那是因为他把那些念头 一直延续的 那这些念头会伤害你 让你身心有一些奇怪的事情 那八观灾界呢 那你就要保持正念 只能念佛 所有的佛 念法 思维经典 念身 阿体侠尊者 蒋阳清澈望婆尊者 甘玛巴尊者 这些伟大的菩萨 出家菩萨等等 再来念天 我来世要去极乐世界 或是我要去兜率天 念戒 我今天戒律守得好不好 不要管别人对你好不好 一个人如果一直想着 别人对我不好 别人对我如何 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很委屈 不是太高兴就是太失落 那你的内心就不安定了 所以 要念了自己守戒律 再来如果要念别人呢 只能念众生 哎呀 那些被杀掉的狗好可怜 那些正在得癌症的人好可怜 那些堕落三恶道的众生很可怜 那些很穷的人很可怜 那些虽然很有钱不懂的佛法的人好可怜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早上来受戒 沿路很多人要去上班上学 哎呀他们都不是来拜佛的 如果各位去缅甸 路上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拜佛 绕绕佛像佛塔 然后再去上班 因为认为上班是不得不的 但是拜佛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世间人不懂了 所以世间人好可怜 甚至我们人可以守戒 动物不行啊 鬼道要超度啊 所以你要念了他们的痛苦 念了众生的痛苦你只会起悲心 念了自己的痛苦你会伤心抱怨 所以各位要改变思想习惯 改变个性保持正念 有听到吗 不要又来了这样 同样那个事情不断的在重复啊重复 因为你没有改变思想习惯 所以各位如果你能够练习这样 一个月六天变成十天 以后你会变成天天 这样快不快乐 快乐了 自在了 所以快不快乐决定在你自己的心态 你要不要让自己快乐 你要不要让自己解脱自在 所以佛陀叫我们不要念不好的 还要念好的 念佛 各位将来能不能成佛啊 太快乐了 哎呀太伟大了 所以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要念法 为了要成佛所以我要跟随菩萨出家人 我想了我来世要去极乐世界了 太好了 为了如此所以我净化自己念戒 为了如此我念众生苦叫慈悲 这个叫保持正念 叫慈悲智慧 希望大家保持如此 现在你得癌症了 医生说你剩下一个月 今天你的儿子被勒索了 三天没给钱要杀掉 你已经尽力凑钱了 其他不要烦恼 你以为你不要烦恼 念了三宝 三宝加持事情就过了 就像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不管外在的苦难 内在的贪嗔痴 而你的问题 你不要烦恼 念观世音菩萨 不要让自己心里面有不好的念头 不好的念头就是欲望 烦恼 不高兴 执着 这些会让你痛苦 就像我早上从下面来 坐电梯 上面有一个小姐 穿的裙子很短 可怜 是我可怜 我只能头往电梯下看 书书你在找什么 没有 电梯 所以 这个叫修行 那不然怎么办 瞪着看 所以你要把握你自己 那个小姐错吗 两个都错 小姐穿短情不好 性感 男人有欲望不好 那你要转念头 转念头 你也不能一直想说 它一直穿着来 你要改变 阿弥陀佛 这个店 你要自己转念 就像医生要给你煮什么 你不能看 看你煮不下去了 你要想一行 我在点香 我在做烟公 随便你想什么 你把它转掉 对不对 就像你去打针 医生说深呼吸 事实上他要骗你 来插了 因为他要你转念头 在深呼吸上面 对不对 事实上跟打针没关系 是不是这样 但是他转移你注意力就可以了 那我想各位佛也要我们转移注意力 那这个注意力是转在正面的 对你有帮助的 念佛 念法 念经 念奉心 念帮助把人 我习惯很快乐 我习惯又保持可以生天 我叫念戒 我习惯我身心清净 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 自己问心无愧很快乐 一个造恶业的人他会怕 恐怖心会跑出来 这叫念戒 你的身心就净化 那这个叫修行 所以各位今天所泡湾在戒 要保持这样的正念 那如果你平常也应该保持这个正念 那你就过得很自在 能够接受一切变化 这个很重要 今天你到森林里面 突然有一只狮子把你咬出来 咬到你的大腿 狮子看你还在动 它等一下扑过来就会咬你的脖子 那时候你已经知道 我四爷走不去 这个时候你要念什么 要念 但是说 噢 四驾无理佛 就是这样 神父保持有塞子吃 噢 欧米豆佛 我这个神父让他吃 我要去记录世界了 请问你身体会不会痛 会喔 它慢慢咬你 骨头啪哩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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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会会痛 但是一定会痛 但是痛的时候 你的念头不要痛就好 因为你的念头知道 我一定要专心念佛 思维空性 然后我的身体好痛 狮子吃完了 然后我等一下跟它结缘 然后慢慢把你吃掉 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可以救你 就像把你丢到一个坑里面 一只塞子跟一只粒 到底是你要吃死塞子 塞子吃死你 因为你手上没武器 温戏耶 那个时候你一直很怕 我温戏耶 他什么 那你就会因为这样 而惊怕而堕落伤二道 但是那时候你要保持正念 喔 黑米豆佛来了 喔 塞子就是黑米豆佛 把我的这个液状把我加加去 很痛喔 这个不经的心窟 我这四人就是因为这个心窟才在痛苦 这个心窟好食 煞心 丁丁 所以这个心窟如果不去 我的意识就能够去教世界了 喔 来吧 来吃我吧 啊 越痛的时候你要越念佛 所以各位 这叫做修行 修行不在于一个人幸福快乐 修行在于你的心自在 保持极境处 那你才有面对问题的能力 面对癌症的能力 面对意外的能力 你现在坐在办公室正在上班 电话来了 你是某某人的父亲吗 怎样 人家弄死了 各位 这事情会发生吗 随时发生 因为你一直担心 所以你很怕发生 那个时候电话去挂 做一下 点一支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加持我 我来处理丧事 这样 要很稳定 要很稳定 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所以 你特别 各位现在了解佛法 你的孩子虽然弄死了 还是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受保管灾界 我带他点顶方星 他一定有法度超度 唯有靠着我的努力 保持精进 我的孩子才会精进 我若平静他就平静 到了医院 孩子 有这个肉带的就要死亡 各种的死亡 你现在不疼苦了 不担保的辛苦了 你要顾好你的心 我们的心 不担忌 怕贏 晚婚 我们的心 要对老婆黏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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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记录世界 你要一直安慰他 我现在来给你黏阿弥陀佛 黏阿弥陀金 有人要来给你做黏 生命道场来 替你奉心 你要一直跟他安慰他的心 他闭给他 其他辈子 辛勇不好 要拿来奉阿弥陀佛 放来苗栗宏 rahwe 听他说还没问题 你要一直跟他讲 阿弥陀佛 我要做什么好事 老婆给你 Fabio 你要一直安慰他 但是如果你的心乱去 我 Gracias ツ 然后你这个儿子就很难 我的老婆都在那里靠 让老婆你们烦恼 我这个不好的儿子 我哪里靠桌子也不洗你 他就一直在回应 我想怎么弄到 怎么死的 然后他如果想这个 这次没了 那个混在那里 车祸现场一直在那边车祸 大部分都脚签不住 如果家属不懂 一直靠一直靠 就脚签不住 你以为会来 你没办法保持正念 所以我想各位一直来修行 不是在祈求说 我不要有车祸 不要怕死 不能有这个想法 我们修行是可以面对所有变化 所有灾难 你在这边说我报官再见 你一辈子努力了 公司火烧掉了 家人死亡了 剩下你一个 那你会坚定的留下来 为他们而努力 甚至你会告诉世间人 世间都是给一把火 我全家毁灭 事业倒闭 了然一人 你内心里面很平静 这个是一个世间的真相 早死 暗死 都要死 什么东西就走不去 你已经习惯了这种佛法的思维 你就不会痛苦 但是如果你有一种期待 我要追这个女生 我要爱这个男人 我希望我老婆对我很好 我儿子怎么样 我喜欢 我喜欢 你想错了 那个东西是变化无常的 结果你去妄想 认为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快乐 那你就错了 甚至把它转移在事业上 转移在感情上 转移在别的东西身上 那个都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没有那种事情 所以你要思维的佛法 变化无常 无所爱欲 涅槃极境 唯有菩提心 慈悲心 我们活的就是为了这些事情 帮助众生 我们是人 他是过了阿在带 在带到那种心受苦 过分压鬼那种疼苦 祖神在敲斗 你要一直想这个 你不能让自己倒下去 所以各位要保持正念 养成习惯 你不养成这个习惯 那佛陀制定这个八观摘戒 意义就不大 佛陀制定八观摘戒 就叫我们 没戳 没感情 没倚 没怕孙 这个对不对 阿罗汉主 敬阿罗汉主 阿罗汉奉去世上的家庭 感情之宅妙位 只有在追求 没有贪嗔痴 涅槃境界 脱离轮回 这个叫敬阿罗汉主 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想法 我来参加法会 我想要得到什么 我想要看到什么 你只能看到佛像 看到你的内心自信 也比较重要 你要这样子做 再来呢 掌养善根 什么意思 我来说八观摘戒 除了保持近阿罗汉主的 涅槃解脱心态 我要来放生 施食 超度回向 大做功德 这样能够帮助世界离苦 很多人自杀了 很多人生病死亡了 很多动物被屠杀了 很多人类努力 却没有看到真理 就要靠我们佛弟子 身为佛子 应该要想办法 所以今天下午 我们还要受菩萨戒 希望大家发起菩提心 除了关心自己的生死 更要关心众生的生死 把众生的生死 成为你生命努力的目标 超越自我 自己本来就是空性 无我的 所以但是众生苦明明存在 我要帮助他们 也能够达到无我的阶段 这人中感情 你不能告诉他 不死 不死 我会告诉他 心不死 心苦才会死 因为心不死 所以心苦 中感情的死 心苦 黏着就不疼 但是你心 一直在接到那个感情 我 你这些是永远的感情 所以你要把你的心 施为佛法 施为极乐世界 你要一直引导他这个观念 如果这个人抓到了这个要点 师父 我感谢你 我一定会好好念佛救生情好 哎呀 洗肝是假的 都要奉 这些辛苦 要负借 好 感谢你 阿弥陀佛 哎 这个人开悟了 这个人你可以放下了 得癌症三天七天一个月死掉 对他来讲无所谓了 只要保持正念 家里人多帮助他 你不要再走来 你死 我要如何 这样 不然我做鬼背你 很多老祖先就是没超度 子孙求他 老祖先超度不了 得癌症的鬼魂 还附在子孙的身上 换你得癌症 你要他留下来吗 所以我想各位在 受八万在界 我们要一直思维 我们今天来受八万在界 意义在哪里 对自己而言 希望找得解脱生死 解脱生死不是肉体 而是你的心态 能够敬阿罗汉住 无贪嗔痴 住涅槃寂静 第二个 关心众生苦 愿众生也能够正得涅槃寂静 愿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要 虽然你希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要有方法 你不能只有发愿 有愿以后还要善巧方便 各种方法我要不失慈戒忍辱 如何如何还要开智慧 发这个愿 希望能够帮助有这个力量 有这个方便 有这个方法叫治波罗命 所以我们发这个愿 所以我们守八万在界 一天都不想自己的事情 想着如何帮助台中的佛教 如何帮助台湾的佛教 如何帮助世界的佛教 不分种族 各种众生如何帮助他 地狱到怎么帮 人到怎么帮 天到怎么帮 所以按照佛法 怎么样帮助他们 所以要么就想着自己的解脱生死 要么就想着众生如何解脱生死 所以同样念阿弥陀佛 如果你只想着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你只能下品中品 同样念阿弥陀佛 你想的是如何让别人都能够往生净土 那你就上品往生 所以因为动机不一样 品味不一样 所以佛要我们守八万在界 各位要抓住这个精髓 养成这个习惯 这个习惯你养成了 原来可以不用烦恼生气 就可以过得很快乐 我为什么要烦恼生气执着呢 依靠外界的 依靠别人 依靠男人 依靠女人 依靠儿女 哪有快乐啊 曾经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心情不好 回家抱我那只猫 你就心情好了 猫是你的阿弥陀佛 那是麻醉剂呢 你面对痛苦死亡 那只猫能够解决吗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赶快找我老公 老公就会安慰我 哇 死了 你老公可以安慰你一下 当你得癌症死亡 他可以安慰你吗 所以你要了解 这些世间的执着 都是假的 苦的 你千万不要 唯有佛法生戒律 哎呀 乃至我们做的善业 功德 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 所以跟我念一下 建立生命的安全岛 建立生命的安全岛 建立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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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伯要准备要死啊 你要把来世 这个叫念天 来世都准备好了 一天就是一辈子 死了就算了 所以每天要很精进 要很努力 所以我们这些徒弟啊 跟着我可累死了 不知道在变什么 变成功 累积功德 不要浪费时间 也没时间让他们浪费 我发觉 太闲 会起烦恼 知道吧 所以菩萨到要你 我出教我才知道 哎呀 出教很忙啊 三点半起床 一直从头忙到晚 忙到爬到床上了 然后早上又起来 又要开始忙啊 我师父说 这个就是修行 一切为众生 不要胡思乱想 你胡思乱想 那你就出问题 你就回家去了 你要忙到不退转了 完全已经安住了 融入佛法了 那你才回家 你可以度众生了 你千万不要去想过去的事情 不要接触他最好 我们出家人不喜欢回家 不喜欢看到过去的 你衣服也不想要看到 你看到就有压力 就想要拉你还俗一样 绝对要避开 所以尽量不接触 这很重要 让自己完全不退转啊 那你再回向娑婆 你再帮助他们 可以 一开始要全然放下 所以各位八观灾界 享受远离的快乐 放下 六念法 持戒 意念众生苦 不要去想世间的事情 世间的人事物 所以你自己 会想要去看 会想要去想 那是你自己找麻烦 你不要去想他 就像要多光 看到短裙不要看 这样而已 因为你会起心动念 所以你不要故意让自己起心动念 所以 像我在跟各位讲话 我眼睛不会看各位的 我看后面的佛像 各位看前面的佛像 以后我们大家都戴面具算 因为你去看人没意义 人是凡夫 看的是佛像 想的是法 度各位 各位的心理脆弱 各位已经成佛了也不一定 但是想了这个 让自己一直习惯保持那个正念 不要想快乐的事情 不要想委屈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只有念法 忠道 保持六念法 这个叫大转法轮 所以念心经可以 念金刚经可以 念阿弥陀佛可以 念阿弥陀佛可以 思维佛法可以 思维你做的功德可以 像我经常观想 烟共活共 好庄严 法轮片满 众生离苦 哇 这边正在放生 这就是我的生命 以后各位 如果我要死了 不要念别人 就念师父啊 正在做烟共 做妖共 哇 放了很多狗 那我就 往生净土了 马上又来了 因为意念善法 对不对 所以地藏经告诉我们 这个人要往生了 你要告诉他 阿弥陀佛我帮你做功德 尖顶一青 替你放生 做了这些善业 你可以拿着这个善业升天 他就想这个 你千万不要说 阿弥陀佛你如果是 我要怎么做 他就做鬼背你了 你不能跟他讲世间的事情 所以各位了解 现在就要念习了 所以一个人 如果临命中的时候 还意念了八观再戒 会怎么样 临终欢乐 乃至圣天 所以养成这个习惯 没有 以戒为师 一教奉行 你就得不到这个法喜 如果你今天得到这个法喜 以后你会懂得面对事情 面对事情 超越一切 今天医生宣布你不行了 赶快送我加护病房 你躺在床上 欲念了八观再戒 欲念了善法 一切随缘 这样就好了 医生来看你 虽然肉体痛 眼睛是微笑了 医生 谢谢你 减低我痛苦 但是也愿意解脱 你用眼睛加持他 你嘴巴可以出声音 你用嘴巴感恩他 但是你这个身体放下 随缘 就像打了麻醉机 不醒人事 随便你开刀 到底会不会醒来 不知道 因为已经牵遗鼠了 对不对 每次打麻醉机 就要牵遗鼠 可能死去 但是你都能够接受 我这麻醉机打 搞不好醒不来了 所以但是对你来讲 肉体是暂时的 念头重要的 所以各位要 如此来修行 我们昨天在嘉义民雄的一个 活动中心 土地公 万善爷 鬼魂很多 为了办法会 当地的什么议员 什么都来了 他们食物都没送来 送了一大堆金座金座 金医 烧了牢半天 那一定要把它烧完 所以附近的居民也觉得很奇怪 但是难得大法会 超度 超度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 台湾有这么多神明 都能够护持三宝 保护各位 因为我们 你仁正 不过有一件事情要告诉各位 万善爷外面都写四个字 哪四个字 有求必应 这四个字错了 不能求鬼 我们拜佛 祈求佛加持 神 如果正神你还可以求一求 对不对 神 那万善爷是鬼道 你不能求 感应不可思议 但是 你求鬼 就像你去找黑道 讨债 要不要给代价 要给代价 所以 虽然他们很苦 所以各位像你去超度鬼道 不能求 我们只能发愿 对不对 我这样做功德 因为我父亲身体健康 这可以 但是如果你 一般人都是求事业 求发财 万善爷帮忙 我老公外面有外衣 那只鬼下去打你老公 打你的女儿 因为你给他饭吃 你给他收金钻 这只鬼道很欢喜 你说 因为他们没有正的空性 没有因果观念 他就要按照世俗的方法去做事 那这样不好 害到别人了 所以 对于拜外善爷 我们只是慈悲回向 愿你们生天亡生净土 这样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求他 那今 不是代表自己了 头顶上有佛菩萨 周围有护法 两肩上背着爸爸 雷似的爸爸 雷似的妈妈 背上背着所有苦道轮回众生 前面还有最可怕的 要让你死得很难看的冤亲在主 所以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包含了四生六道 所有众生 包括魔鬼 恩人 都在你左右 所以 我们要把负面的把它进化掉 开发所有正面的 所以 替父母 众生 忏悔 向冤心在主 求饶 忏悔 那 忏悔代表什么 最主要是 你真心的 改过了 不会再重复 那个思想 错误的行为 这个叫 改过力 如果你忏悔只是一个表面 我不要骂人了 然后现在拜拜 等下又被又骂人了 最佳一等 前面做的善根 就一直毁掉 你难得存存存存存存了 十万块 不失了有功德 生气一次 剩下五万 再骂一次 没有了 再骂一下 倒贴了 欠人家了 所以各位呢 离佛一拜 可以做百万次的转轮圣王 为什么 这么多人拜佛 都没做王啊 因为他拜完佛以后 在世间又开始起心动念 贪心 称心 最伤害的是称心 嫉妒心 贪心 他就一直污损功德 然后最后 没有了 所以各位要了解 如果你还有这个负面的 贪嗔痴 甚至恶业 那你的功德就要有漏了 漏掉了 漏掉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存一百万 领回来一百万加利息十万 结果你现在存一百万 到时候领回来不到十万 一直漏掉了 利息也不见了 为什么 既做银行 交代错了 所以我们修行 所以我们修行 把这个不好的一直要完全没有 好的要越来越多 那你就成佛了 智慧之良 以福德之良 虽然你修了一些福报 但是你很容易起烦恼 退转 退转 各位千万不要随便退转 你一想算了 那功德又不见了 你那个念头都不能生起来 所以 要把这个不好的消除掉 以生恶令断 你已经在做的不好的 要完全断除 这个叫改过力 为生恶令不起 这个叫持戒力 我绝对不会再做了 再来 依止力 靠着三宝的加持 靠着自己的正确的发心 然后呢 对峙力 多点灯啊 放生啊 诵经啊 持咒啊 思维空性啊 那些业障 完全的斩草屠根 不然的话 记住哦 我命怎么这么苦啊 那是你过去造的 下辈子还不要受这个命啊 千万不要 后半辈子千万不要 开刀一次那么痛 千万不要再开刀了 所以有一个居士来找我 师父 太痛苦了 我很想自杀 我看他病的那个样子 化疗又化疗 他自想自杀 他说 本来一定要死啊 为什么还要一直折磨呢 有些人化疗可以不痛 他说化疗以后更痛 受不了 所以你就知道 业很可怕 所以 我说你这个时候你要 发愿忏悔 死亡是必然的 你也不求活了 但是不能自杀 业没有宵禁 你先来自杀 你欠人家十万块 还完了就算了 慢慢还 你不还 那还会被判罪 下辈子要还人家一千万 你要好好想 不是自杀就算了 所以业没消除 所以他让你痛 不是医生用化疗 用各种方法 你还不能止痛 那就是业 那就阴心在主要让你痛苦 那你现在要虔诚的向他们忏悔 我可以整个肉体都还给你们 你要怎么摧残我都答应 但是我还要向你忏悔 如果冤亲在主 超度了 你的痛就停止了 搞不好你就死掉了 没事了 死掉以后能够往生散处 但是千万不要这个冤亲在主 跟着你去下一辈子去投胎 再下你就惨了 所以各位了解 对峙力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对峙这些恶业 把它斩除掉 这个恶业的形成是来自于你的心态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态 冤亲在主就不太容易再报仇了 心态要断除 然后再洗刷掉 就像我被抓去关了 我不会再强奸女人 我发誓 法官可以感受到 然后判你三年 然后你虔诚的忏悔 表现得很好 一年就假释出来了 但是你内心要断除 行为要控制 所以希望各位了解忏悔的抑郁 希望各位今天来寺庙 八观灾界忏悔回去 改变一个人 过去你会为这个事情 而发飙生气的 而伤心的 现在好像比较减低了 甚至不见了 那会觉得佛法真好 你的周遭的亲戚朋友 第一个得到利益 如果一个老公很爱发脾气 很爱耍个性 家里的太太小孩很可怜的 很可怜的 他们以后对未来很怕 所以只能改变自己 才能够改变环境 才能够改变环境 要产生实修 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更勿再做诸恶 做一次错可以 做两次可以 三次人家就放弃你了 狼来了 狼来了 不救你就被狼咬死了 更勿再做诸恶 不要再有那个坏的想法 语言行为才出来了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他好印象 结好缘 不要让别人讨厌你 这个很重要 不要让你成为别人伤脑筋痛苦的对象 希望各位到哪里都要加分 对那个地方的人事物环境要加分 不要因为你而破坏了那个地方的环境气氛 零动千江水 不动盗人心 记住这句话 如果今天大家在修行 你突然伤害到大家电话乱响 耍了什么个性 那你生生世世忧郁症躁症 狂发狂 你生生世世控制不了 因为你破坏到修行 这个最忌讳就这个 灵动千江水 不动盗人心 所以特别在修行的时间 要非常小心 像我们以前在放生 有人来闹场 对不对 我们很同情他 同情到想要掉眼泪 大家放生是好事 他居然来闹 这个人很难度很难救 因为这个故意造的恶业很可怕 就像你隔壁人在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没学佛 阿弥陀佛 我把你放 套套套套套套套 看谁更厉害 因为你吵我我也吵你 那你不知道 对方在念佛 也在加持你呢 你不懂就算了 但是你故意闹他 这个业长非常的大 所以各位 决心发誓 改往修来 更勿造作主 首先想想想自己犯过的错 这辈子 我个子怎么那么矮 因为我骄傲 我怎么皮肤那么黑 因为我破坏光明 我怎么那么穷 过去偷盗不懂的布施 我怎么没人爱 过去称慧心强 离间已多 你要一直想 所以我这辈子 造了这么多业 别人很聪明 我怎么笨笨 别人如何我做不到 这都是我的错 你要决心从今天开始 不要怪别人 不要怪你的先生太太 怪你的父母儿女 不要怪周遭的环境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自己的无名烦恼贪生吃 造了一个业生口意 所以让我这么苦 而且还不能利益众生 求佛加持 我虔诚忏悔 也替父母众生忏悔 向原亲在主忏悔 愿他们能够离苦 也愿他们原谅我 原亲在主离苦了 你的腰痛就好了 你的头痛好了 很多事情就改变了 这个世间佛都说 痛衰的东西 就是一个见小的心 惭愧心世间第一庄严 谁都会犯错 但是有羞耻惭愧心 那才是修行的根本 所以不是外表漂亮 外表漂亮再漂亮的衣服 那是假的虚伪的 唯有铲齿之心 第一庄严 犯错 赶快认错 赶快改过 不要再犯 千万不要把 三宝或出家人的钱 用到别的地方 不能转用 不能偷盗 我们要护持三宝 护持出家人 不要破坏 伤害 要非常孝顺 人年纪大了 老父老母病了 你要亲自照顾 出家人也一样 就算没有兄弟姐妹 照顾老父老母了 那你要亲自照顾都可以 但是不能不管他 事实上丢到老人院 是非常残酷的 千万不要学习 这种现代人却错误了思想行为 难道爸爸妈妈从小把你丢到孤儿院 那你会恨父母的 他没有带他长大 自己父母唯有自己会爱 别人没办法的 帮助帮助是可以 但是你要时时刻刻想办法自己照顾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永远对三宝要有信心 千万不要变化无常 哎呀我不念佛了 没法了 所以那就不行了 所以甚至有些人佛拜一拜 没法了 我来求神比较快 神是护法 所以可以护持你 而不是皈依外道神明 再大的痛苦 不能有报复的心 这个叫皈依法 不能起念伤害的心 晚上蚊子叮叮叮叮的你要死 真想把你们打死 你这个念头一出来 讲出来 那可能会破了三皈依界 三皈依界没有了 你后面的五戒 八观摘戒 什么比丘戒 什么戒通通没有了 所以一楼塌掉了 所有都没有了 所以无论再大的痛苦 只能反省自己 忏悔 不要有伤害众生的心态 或行为语言跑出来 归生进 所以要远离恶之事 清净善之事 修行佛法 如果你清净到邪知邪见的 贪嗔痴的 这些修行者 那真是大倒霉啊 那你就会 双双入地狱 所以各位要 听闻佛法 思维 什么是正确的 以这个方法去接近修行人 那可以 佛法的总纲领 就是三宝 从一开始 听闻佛法 接触 到最后 成佛 都是为了 皈依三宝 圆满三宝的功德 而成佛 所以 这些人 不了解 把快乐 建立在外在的世界 别人 名望 感情 地位 家庭 身上 哪一天 家庭变化了 身体变化了 爱情变化了 金钱 没有了 哇 有些人自杀 有些人痛苦忧郁症 你口袋 本来摆了一万美金 突然战争 什么变化 哎呀 这个钱变成没用了 哇 有些人受不了了 所以 各位你要了解 修行佛法 什么叫智慧 就是 接受 变化无常 和 能够平静地接受 这个叫空性 这个叫 一切法必尽空 这个叫 无智 以无德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这个才叫 修行 请各位记住 修行不在于事情圆满 修行在于事情变化 不圆满 你心能够平静 而且 还会产生悲心 哎呀 想要 帮助更多 这样不圆满的人 就像你得癌症了 你不会抱怨的 你只想说 那 以前 现在 未来 这么多人得癌症怎么办 哦 我身体得癌症 我才知道这个身体的痛苦啊 哇 众生 这么多人还要得癌症 怎么办 我怎么帮助他们呢 所以自己得癌症 有惭愧心 这是个夜暴 但是内心里面意念了三宝 意念了空性 所以 各位一定要抓住 这是修行的最高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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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陀花苏 红花阳顶 12月7日星期六 至12月23日星期一 缅甸新加坡 香港红法行程 12月9日星期一 缅甸蒙雅 大力佛像 雷尊世家 摩尼丹普提塔参访 12月10日星期二 药师如来书圣公德日 山行与二行成一千倍 缅甸曼德勒 萨根山 高墓都佛塔 春欧彭样行塔 乌明东摄佛 幼墓大桥 及曼德勒山参访 12月11日星期三 缅甸曼德勒 梅苗 孤儿院 佛光寺 爱国佛塔 碧翼瀑布 水莲洞 植物园公园参访 缅甸曼德勒 金多燕华人华侨慈善会 点灯祭慈悲诗时 12月12日星期四 贤节千佛书圣公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缅甸曼德勒 库克多佛塔 仙女佛塔 民宫佛塔 民宫中 民宫养老院参访 缅甸曼德勒 马哈摩尼大佛塔 伊洛瓦底江 护生 12月13日星期五 缅甸 东芝黑河 英莱湖及五佛寺参访 12月14日星期六 缅甸阳光 摩比禅修园区 佛亚佛塔 世界和平塔 万人石库道场参访 缅甸阳光 十方观音寺 点灯祭慈悲诗时 12月15日星期日 缅甸阳光 缅甸生命中心 妙音寺法会 缅甸阳光 亚达基屠宅产护生 缅甸阳光 新锐利农场护生园区 互生点灯祭慈悲诗时 12月17日星期二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 上午九点半 新加坡 SAF 帆船俱乐部 护生法会 下午三点 新加坡 杨氏大厦点灯 要共计慈悲诗时 并且十方大地 拥有整奥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电视 基隆法研寺 举办八关灾戒 宫勤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12月25号星期三 上午八点半 地点 基隆法研寺 地址 基隆市七堵区 东新街65向48号 联络电话 02-2456-2057 02-2917-8855 上午七点半 于七堵火车站 驱公所 备有接驳车 生命电视 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护生计慈悲诗时 宫勤海淘法师主法 日期 12月29号星期日 上午十点半 地点 高雄骑津天圣宫 对面垒球场 地址 高雄市骑津区骑津三路 五十二号 联络电话 07-556-9911 07-556-9911 学佛 是看佛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我就用这个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 不能加入自己的个性 或想法 否则就是脱离佛法了 这一点我要强调 不管你在面对什么事情 不要加入我喜欢我不喜欢 先思考经典所说的 以经典的想法来面对事件 相信因果 了解空性 不离悲心 这一点就重要 一个出家人 或是一个菩萨 他在处理世间的事情的时候 都用自己的个性 习性在做事 那你就没有学到佛了 所以你要面对很多复杂的事情 从这个复杂的因缘变化里面 看你是不是用一个 不变的 不变的佛性 在随缘处理一些事情 所以各位你要复杂一点 做一个菩萨 不要怕 怕复杂 站在解脱道 我消灭贪嗔痴 我躲在山里面打坐修行 我就振着阿罗汉 这是他的目的 但是大乘不一样 大乘你要是离开境界 离开复杂的人事物 你怎么度众生 所以各位要走入世界 走入众生 所以事情来了 看你怎么处理 所以各位在接近一个 善知识的时候 并不是他有知名度 如何如何 而是他在面对 复杂的事情的时候 他是不是还用空性大悲性 他是不是还持守的菩提性 这才叫善知识 法已经应用在他日常生活了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无叛播剧赫萨 或许cen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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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让生活自卑 让心更自由 生命电视和你 一起直诉念佛 放声点灯 支撑 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字幕志愿者 杨茜